大家好,今天是周一主来的8号 然后今天安地美股大鲨鱼,安地上来做一个video 这个video呢,跟股市呢,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想在这个video里呢,阐述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呢,学习 然后付费,学习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付费的行为 不管是入了什么组织,还是进了什么群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上当受骗 甚至于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的那么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在投资市场里不可能存在 有一个,就说是一个付费的program 别管是老师也好,专家也好 他收了你的钱,他会教给你怎么去赚钱 或者是你从中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种事情呢,是不现实的啊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呢,带来的我这一个video的节目 就说,如果你现在还在付费群里 或者是你如果现在还以这种付费的方式进行学习呢 你就已经out了,并且你始终不会学成这个东西啊 之后呢,安迪会给出自己的观点啊 怎么在投资市场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学习啊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成为成功的投资者的一个路线和方法啊 这个节目呢,安迪首先呢,想把它放在我这个playlist啊 安迪美股大山鱼里,这个是从那个早往后的啊 就是oldest的排列啊 如果要是newest的,就是美股投资与投机的本质啊 这是我最近发的一个啊 然后大家看这个我的股市传说的这个频道里呢 其实有一些,呃,技术分析啊 投资者的坟墓啊 黑洞啊,执行力啊 梦想啊 然后一个好开心啊 还有一个投资与投机的本质啊 今天呢,我想再补充一下我这playlist里的一些内容啊 首先我想把它补充成为一个什么呢 就是想把它补充成为一个这个现在当下啊 投资应该怎么学 应该远离那些所谓的陷阱或者是骗局啊 所谓的老师管你要钱的,离他们远点啊 好,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咱们还是,因为我这个是讲述的 把这个background就放在我安迪大鲨鱼这个playlist里啊 股市传说啊 有兴趣可以把这个七集都听听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安迪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想学一个知识的话啊 它必须是一道题啊 然后你通过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有不同种的方法 然后你进行一种系统的学习啊 你比如说跟A老师学了A方法 跟B老师学了B方法 跟C老师学了C方法 解这道题呢 一共有三种方法 就是ABC 你找了三个不同的老师 或者找了一个老师 他都会这ABC这三种方法啊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道题解出来啊 得到一个所谓的答案 大家记住了答案这个东西呢 一定是唯一的准确的啊 它具有这方面的特点 什么叫做唯一的准确的呢 就是说我给你一道题 然后你通过三个老师 或者是三种不同的方法 去运算它 到最后得到的那个答案 是唯一的啊 就说三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几啊 你不管是用几种方法来做啊 它肯定都到最后得等于二啊 你不可能说你到最后等于1.5或者300万啊 那你这方法就等于说跟你这个题没什么关系 股市呢 它为什么说它不是一道题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到最后的标准答案啊 这个阿尼给个开头 就说是因为股市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它并不是一道可以用知识和方法运算出来的题啊 所以很多人呢总感觉呢 自己学习呢学到了一些方法 或者学到一个program 或者学到了一些 在这我要说一下啊 包括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啊 大家是可以学的啊 你就像安迪的这个频道就是一个 我认为是YouTube number one的频道啊 把它翻译成英文啊 也是 number one 世界 number one的频道 中文呢大家有幸的 因为安迪呢 现在没有准备开通那个英文的频道 可能呃之后会啊 但是看心情还是我说的 呃所以现在就说是一些这个中文的这个 语言者啊 内地的speaker 就说是Chinese的这种内地 他就能听见我的声音 这也是大家一个缘分啊 那这样的频道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频道 因为他会告诉你的一些理念 从中刨出去一些什么事情呢 刨出去一些书籍啊 我认为有一些书籍呢 他写的比较好 因为书籍上呢 你所谓的可能会扯点所谓的方法啊 但是他不是那种客舟求见式的 运算式解题式的那种方法啊 现在很多的那种学习班啊 或者是股票班啊 其实他追求的是一种标准化 或者是一种细致的东西 但是他做不到啊 你包括现在所有的什么做量化的人也好 他们都做不到 如果做到股市投资市场变成了一道数学题了 那个说不好听的 那就没有这个市场啊 这个是最基础啊 这个就是缘起 缘起啊 佛教有一个叫缘起信空 这个就是投资市场 一定大家要记住了 它叫缘体无解题啊 它不是一道可以解出来的题 所以很多人呢 就说是为了赚钱 或者是为了掌握一门那种knowledge的态度 进行那种拜师学艺啊 包括以后自己的那种使用方法 都是很死板很克服求见 嗯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一种方式啊 这是不正确的一种方式 如果现在朋友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啊 如果想成为投资者不能是这样 然后我继续要说一下怎么能成为啊 安迪呢 在这里呢 怎么能成为呢 嗯 说的肯定不会太具体 因为安迪已经说了 这道题呢 没有解啊 这不是一道题啊 首先大家要记住 它不存在于正确答案 更不存在于你用何种方式去追求这种提的正确答案啊 那股票是什么呢 今天安迪带来啊 股票不是一道题啊 股票它是什么呢 投资没有答案 投资里只有竞争二字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投资市场就是一个竞争的市场 是你与大家相互去竞争的一市场 你看安迪要说一个 首先从这个股票的价格成交 它是撮合竞价式的成交啊 就是出价高的那个人先得啊 他是这种 所以所有如果大家看见那个拍卖啊什么的 他是竞价就是你的价格不是死的 是相互竞争而得的 一个价格你要想在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上 拥有这个share 你就必须要出到一个higher price 就是最高的价格 你才会把它拿走 否则你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说明从这个最小的设定的market 这个机制来说啊 竞价竞价撮合啊 因为不同的交易市场通过数据的data 在一起撮合 它是一种算法的撮合 这是安迪要开个头 之后呢简单的引导一下大家啊 为什么说不可能学会啊 以后怎么学 首先有一种人他肯定会 就是说他家里啊 如果有从事这行业的人啊 他应该是肯定会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需要一个系统性的一个 训练 包括这个指引的方向 还有长时间的 在这里的这种投资的经验 在这个股票市场里啊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家庭啊 背景 你是很难去学成这个技能的啊 即便你学会了一点这个皮毛 你也不会走太远 因为这个投资呢 主要是管理资产的这个水平和当量啊 呃 你可能管理举一个例子 你管理一万啊 早晚你会有一天会面临管理五万的问题 其实解决一万的问题和五万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五万和十万的问题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都需要是呃 有一个不能说是老师啊 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人 他不停的向你传输这方面的数据啊 其实安迪不是谁的老师 在这个YouTube频道第一是记录啊 说好听的叫记录 不说不好听的就叫 瞎嘚巴啊 瞎嘚巴两句 第二呢 其实我也传递了一些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些data给大家啊 包括我的一些算法和我的一些这个data就是决定啊 这些东西呢 大家短时间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长时间的通过阅读和理解安迪的这些信息呢 回头呢 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啊 会跟不看和看之间会提升到一个很本质的区别 这是第一点 必须家里有这样子的环境 这个环境很重要 我再说一下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你是不可能在一种竞争的舞台中取得胜利的 第二点我要强调说一下竞争 如果你想成为这个投资者或者是不是高手是合格的 你一定要明白你在做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他很不明白做的事情 他认为就是客舟求见是哪个指标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一个量能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都是以这市场所谓的变化作为自己操作下订单的一种依据 这种逻辑啊本身就是很错误 因为安妮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市场百分之一万被人控制 百分之一万被人控制 大家在里面每下一单 或者是你有多少资金 人家对手盘都很清楚 就是说是如果你是总是按照人家勾画出来的故事 就是你认为自己很牛叉 在这里展现在是你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角色 其实是人家早就给你设定好的 就像游戏一样 只不过你玩的很惊性 你身在其中 你认为自己享受的这所有的骄傲和荣誉 但是你却是人家设计好的企业 那个棋子今天是你明天是他 后天会是别人 所以有些人呢把它就叫做一种随机性啊 其实这随机性也是扯淡 我跟大家说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明白 自己怎么能摆脱给人家当这个角色扮演的角色啊 就是人家那个棋子 你去充当人家的棋子 然后呢还成就着你自己的故事 这种思想呢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思想啊 怎么能改变这个思想呢 你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就是说一定要想这个市场是有竞争的啊 大boss之间和大boss之间呢 也是有竞争的 我们每个参与者或者是投资者之间 他相互都是有竞争的 不管你的机制如何设定 或者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必须把竞争二字competitive 放在这个基础foundation的这个建设条件上啊 如果你没有这一条什么以自己所谓的经验 或者是数据或者是客楼求见的这些东西 在这市场上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而且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 美股呢其实比A股呢做的呢更绝对一点啊 就说什么叫做绝对呢 它的失败概率呢要比A股啊说实话要大啊 A股呢可能会出现全输的这种状态啊 并且可能长时间运行在全输的这种状态 其实这样呢会规避一些风险 但是美股不会啊它会让你呃长时间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 就是浮动很大的这种亏损状态之中啊 这就是资本主义啊 它涉及这个trap就是这个tricky啊 它的这个tricky的这个精妙之处啊 这个有机会呢我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啊 慢慢的跟大家讲述 今天还是回来一句投资没有答案 因为投资只是你我之间的竞争 好了Dude peace